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说个小段 怎么是个小段呢? 因为又是咱们这个藏传佛教的番外篇 那么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不讲 咱们又要讲一个小段分支呢? 那是因为讲完八四八之后啊 就有好朋友留言问我 说这个八四八是不是就是到了南宋皇陵的那个元代的喇嘛呀 那既然有这种声音呢 咱们就有必要啊 解释一下 实际上这八四八呀 他并没有到过这个南宋的皇陵 因为这个八四八他是国师 他总是天下试教 他哪有功夫干那种事啊 这个到皇陵的人有没有啊 有 是不是喇嘛呀 还真是个喇嘛 就是他们撒迦派的喇嘛 所以说咱们今儿这集呀 跟这个撒迦派呀 跟这个藏传佛教的宗派还是有关系的 那么说这孙子是谁呢 这孙子呀 就是一代妖僧阳脸真家 也有人呢念作阳脸真家 不过我还是趋向于啊 这个字读脸音 因为呢如果读脸音呢 这个字啊就显得比较高级 因为这个脸是古代宗庙啊 用来成祭品的一种成器 它用来成什么祭品呢 五谷当中的两谷 那么这是哪两谷呢 分别就是祭和书 这祭书啊可以放在一块说 因为这两个东西长得差不多 都属于啊比小米大 大黄米 一种是粘的 哎就是做出来啊 它有粘性 有糯性 另外一种呢 是硬的 哪种粘 哪种硬呢 这书啊就是糯的 哎这个祭呢 就是硬的 您吃那个黄米炸糕 哎那个就是书 中国呀有一句很古老的谚语 叫五谷不分 这说的就是五谷 那您分吗 您知道这五谷都是什么吗 哎这我知道 是蜀道寄书卖 哎我只是知道而已 您让我真见食物 我也不能分辨 所以说我也是属于五谷不分 所以您要是五谷不分呢 也不丢人 扯远了啊 这脸这种容器 也就是在古代宗庙当中 呈这个祭书 这种贡品的 这么一个好字眼啊 就让这个妖僧 杨脸真家 哎用在名字里 让他占了 那么说盗绝南宿皇陵 这事就跟八四八 一点关系没有了呗 哎他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杨脸真家 这个妖僧啊 是大师八四八的侵传弟子 可是有一样 咱们得说钱呢 这杨脸真家呀 他不是吐蕃僧人 也就是他不是藏族人 他是什么人呢 这个族啊 随便骂 为什么呢 没了 哎 他是个西夏僧人 是个党项人 他就属于啊 是吃到了八四八 作为帝师 红利的那群人 有道是啊 一人得到 他鸡犬升天嘛 这蒙古人 攻在南宋以后啊 这杨脸真家 哎 就被认命为了 江南佛教的最高负责人 哎 他的事的 也一直扩展到江淮地区 全面掌控了 江南的佛教事务 他这官职啊 一开始叫江南 世教都总统 后来啊 改名了 改叫这个江淮 世教都总统 哎 这个人不但受到了这个元朝朝廷的重用 并且他和一个人私交很好 谁呀 这个人呢 就是当时的大元宰相桑哥 他给这个大元的朝廷出主意 他说要想真正的镇住南宋的王纪啊 就必须在这个南宋的宫殿 以及这个南宋的亡灵上啊 修建喇嘛庙 开始啊 还是修庙 后来他发现呢 盗取这个陵墓中的珍宝啊 是一个快速来钱的道 那么说到谁的呢 那当然是到皇陵的了 那任何势力啊 无论是健康的还是邪恶的 都会有一群追随者 因为他是势力嘛 贴着他呀 哎 好生存 以这个允泽为首的一群江南的恶僧 哎 就贴上了这个杨脸真家 就帮着他一同盗绝 前唐绍兴一代的宋代皇陵 哎 这您得分清了啊 是南宋六陵 并不是啊 在公义的这个北宋皇陵 这一点呢 很关键 哎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别在这个聊天当中啊 回到您再露了气 也就是在大元的治元22年 那年啊 功力算应该是1285年 这群妖僧啊 就开始了疯狂的盗绝 南宋皇陵 这个大工程 杀到皇陵以后啊 哎 这皇陵里边有守陵官啊 这个守陵官啊 肯定是南宋留下的 肯定啊 也是这个元代认可的 管理这个皇陵的一些啊 这个善后事务 这个除除草啊 修绣啊 也就是这些 元朝政府呢 象征性的给不点钱 那这看皇陵的官呢 啊 叫灵使啊 这灵使啊 赶紧赶来 是连拦带劝呢 不管用 最后呢 在这个允泽呀 拔刀相逼之下 这护灵使也没办法了 惹不起人家 没事的呀 于是只好大哭着 离开了现场 这也离开呀 他们就开始动工了 要说这收获最大的 就是挖开这个宋李宗的坟 这宋李宗时期啊 国库充盈 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啊 这陪葬品就多 他们呀 先撬走了 宋李宗嘴里边的叶明珠 这宋代皇帝呢 为了保存尸体 让自己的尸体千天不服 这棺材里呀 以及这个皇帝的肚子里 都灌上了水银 盗墓的这群恶僧啊 不但把官国里的珍宝 西树盗藻 就连这些水银呢 他们也不想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东西 可以拿回去 炙炼丹药 于是呢 就把这个宋李宗的尸体 盗挂着 而这宋李宗死的时间并不长吗 盗挂着呀 从这个口鼻里呀 就流出了水银 这杨连珍家呀 看着这个宋李宗的尸体 他出神 他出什么神呢 他觉得这个脑壳有意思 怎么呢 这宋李宗啊 现在有画像在 咱们一看就知道 这李宗是个奔了头 他觉得这个奔了头挺好 于是啊 就把宋李宗的脑袋 宁了下来 把肉啊 风干刮掉之后啊 用脑壳 做了一个成器 这个东西叫炉器 有人说呀 它是用来成酒的 实际上呢 您越了解藏传佛教 您就越应该知道 这是祭祀当中的一种 共品成器 在藏传佛教当中的记载啊 成这个人脑 人眼 人长的时候比较多 我还真没发现 哪部书上显示成酒的 这人倒壳碗呢 还有下落 属于是传承有序 这杨脸真家死了以后啊 这东西啊 就归到了这个元朝的宣政院 这大汗呢 据说就把他赐给了帝师 不过这个事啊 发生在哪年呢 没有记载 我估计啊 是八四八以后的帝师了 后来呢 这朱元璋驱出了达鲁 赴了我华夏 四处寻找这个碗 最后啊 还真是有一位西域僧人 把他献出来了 这朱元璋呢 先把他赞安 等到把这个南宋皇陵 修好以后啊 就把他埋回去了 这也算是对仙人 对这个宋利宗 有个交代吧 那您想想这偷坟掘墓 又是明目张胆合法的偷坟掘墓 那是很来钱的 暴力啊 所以是很信任 但是呢 皇陵必定就是那么几座 挖完了皇陵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看中了这个宋代 南宋啊 在这个附近埋的贵族墓 主要是皇室成员 这个什么公主啊 王爷呀 以及这个嫔妃们呢 让这孙子挖了个片 据说当时啊 这些皇室贵族墓啊 有一百多座呀 都被这群人盗挖了 最后还绣着一座 大大的镇南塔 就压在了南宋皇宫的旧址上 当时的情形很凄惨呢 据说呀 这皇陵所在地的山坡上啊 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尸骨 当然了 后来汉族的有识之士啊 也偷偷的趁着夜色呀 去山上捡脸 然后再把他们呀 集中的埋葬 这个人呢 叫唐绝 把他们就葬在这个蓝亭附近呢 并且上边还直升了东青树 这杨脸真家呀 一绝这个皇室的坟 以及这些皇陵啊 江南的知识分子 以及群众啊 非常的气愤 给这个杨脸真家呀 就起了个这个绰号 叫这个杨坤 不是那个一边唱歌 一边碾烟头的 那个无所谓啊 这个坤呢 是兔子的意思 有戏称的意思 就是杨兔子 哎 你这一得罪了文人呢 你这不用写尽史书 你也能扬名天下 为什么呀 这帮读书人呢 他会写耶识笔记呀 这耶识笔记上写呀 这杨兔子 从这个皇上的坟里 可是没少倒出好东西 什么这个 马屋玉笔香啊 铜梁拔锈馆呢 焦家白尺书啊 香古岸 浮湖斩 川云琴呢 还有金猫精 哎 据说呀 还有一件宝贝 叫鱼影穷扇饼 其实啊 这些东西听起来 都挺神户的 您算去吧 这什么这个 马屋玉笔香啊 就是乌木盒子 是不是成笔的 还不知道 像什么这个 焦家白尺书啊 无非就是一个象牙书子 这鱼影穷扇饼啊 那一听就知道 哎 肯定是个团扇的伴 这团扇埋在图里 也很快就烂了 所以说呢 就只得到一个扇子瓣 而这金猫精呢 其实就是一块啊 这个金色的猫眼石 在那个年代呀 这个和斯里兰卡呀 它交通不方便 所以说呢 和这产地不方便 就显得稀有 现在呢 您上潘建源 其实就能买着 所以说呢 这个上呢 您别得罪这个文人写书的 下呢 别得罪这个跑江湖硕书的 您掏了人一根针 到他们嘴里呀 哎 那就叫做同梁拔锈馆了 您想您瘦了 瘦不了 那不是这兔兔子 除了干这些事 那还干别的没干呢 那那那您想想 这些能写 严实笔记的文人 能饶得了他吗 据这个严实笔记所载 这兔兔子 有一个恶毒的癖好 叫做 习与僵尸淫购 这咱们不解释了 这太恶心了 他听说这庙后头 埋着一个 夭折的少女 哎 这个少女是谁呀 提举夫人 与这个陆佐诚的女儿 就是小官僚家的 一个早伤的女孩 他听说呀 这女孩在生前 长得呀 很妖艳 这原文写 皆以色妖嘛 大伙都说长得好看 并且呢 这尸体呀 肯定没坏 因为呀 听他们家人说 这尸体呀 是经过水银惯练的 所以这羊兔子 就想挖人家坟 这庙里的主持啊 拦着 说您不能这样做 这羊兔子一生气 就把这住持啊 给索拿了 到了第二天 五谷天明的时候啊 哎这个羊兔子就命人的 一起到后山呢 去挖这个小姐的坟 这庙里边的大小和尚 也没人敢管了 这庙里有个疯和尚 平时就疯疯癫癫 名字叫什么呢 叫真帝 这位大师 这会儿显出来真功夫来了 也不知道 他是真风 还是有意的呀 就要惩罚这个 妖僧羊脸真家 他就拿起了这个尾头像啊 手里的一个木柱 这一柱子正打在 这羊脸真家的秃头上 这跑上前来 救驾的这帮狗腿子呀 哎 个个身上都带伤 这一下子 羊兔子害怕了 他以为是委托险胜呢 从此啊 这山他也不敢来了 挖小姐坟这事啊 他也不敢提了 这阎诗笔记当中还记载着 羊兔子呀 他还敢干一件事 干什么呢 就是沿着河边的山崖呀 他凿克罗汉象 可是呢 他凿的罗汉象 都是按照自个儿的模样凿的 这羊脸真家呀 端座当中 两边呢 有这捧花的侍女 据说这些侍女呀 都是罗女形象 也就是说 当年江南一带呀 到处 钓的都是羊兔子的供养像 这西湖游至的作者 田入成 还有这个西湖梦寻的作者 叫张大 这二位呀 不光写书 而且呀 上山寻得这羊兔子的供养像 把这个人头啊 都给砍下来了 这哥现在呀 就是典型的破坏文物 不光他们这么干 这官室当中也有记载 据说这个名杭州太守 叫陈世贤 也把这个恶僧的雕像头 哎 凿去了 可是啊 我很负责的告诉您 其实啊 这羊脸真家的供养像 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哎 有照片为重 那我劝您呢 再是对这事气愤 也别去破坏了 因为那真是破坏文物了 其次呢 也别随地吐痰 您往他脸上吐痰呢 哎 文明不文明先不说 首先也不卫生 所以说这些文人呢 也就是笔头上啊 出出气得了 吹吹牛 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能力 上山呢 去借错这些佛像 有人说呀 就因为这个羊脸真家呀 他有这种噩耗 后来的结果呢 就是起了一身毒疮死了 这呢 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行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小段 简单的聊了聊啊 这位元代的妖僧 羊脸真家 您早歇着 明儿啊 咱们继续聊这个 藏川佛教宗派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